在中国 我们中国人尊从孔子 为至圣心思 所以中国教育是圣贤的教育 中国这个国家 五千年的历史 是圣贤的政治 这个我们要懂 一般人讲封建 这是对中国了解不够深 了解深的时候 用什么政治跟教育 它是连通的 教育是圣贤教育 政治怎么会变成转治 哪有这种道理 圣贤政治 真正圣贤之政治是大同 大同不是理想 在中国曾经实现过 孔子对于这些事情 常常放在心里 石宗祥 能够创建大同 大同是什么时候 遥王 顺王 欲王 这三代是大同时代 李运大同便讲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政治 国家领导人 一点私心都没有 全心全力 为人民 那个时候是天下为公 都不是传给自己儿子 传给贤人 贤人是 实在 学会 宣拔 要做 天子的时候 听说 顺 非常 孝顺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这个 选举的条件 就是两个字 一个孝 一个怜 人能够孝顺 他就能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人要能够连 就决定不会贪污 所以几千年来 政府用人 就用这两个字 做标准 局 笑脸 局是选举 什么人选举呢 地方官员选举 把选举 当做他政级里面的 第一个项目 如果他在这里 做官做三年 做现实上 做三年 没有替国家 选到一个 这样的笑脸呢 他的政绩 就不行了 换句话是 他要被调职了 他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以前 私房 从前的社会 没有现在这些 这些媒体 这些科技 没有 所以微服 私房 他要不穿上 他的礼服 没人认识他了 所以 他穿了蝙蝠 到外面去访问 访什么呢 就是访 哪家有小子 细细跟他接触 他是不是真的小顺 然后再送 供养他 送他礼物 看他联不联结 多次的考察 实验 这个孩子 真的 是小 是脸 把他选举出来 过家来培养他 家庭教育 是四叔 他老师都在四叔 一起学院的 学院到校园之后 让他参加考试 参加西岸考 西岸考 考秀才 只要 拿到秀才 秀才不算公民 拿到秀才 这个资格 过家就供养你了 你一年 需要多少生活费用 过家就给你 过家来培养你 让你对 基本的生活 生活虽然不很富裕 但是能过得去 让你安居落叶 好好念书 然后再参加审考 审考是巨人 最后参加了 国家的考试 电视 电视是考静思 那么 大概考到巨人 静思呢 国家就委派工作给你了 所以 他是用这种制度 这个制度在中国 用了几千年 到民国年间 就废除了 就没有了 这制度非常好啊 你看几千年来 盖朝换代 这个制度没变 菊啸林 这个制度没变 所以他 这个国家 这么长久 长治久安 他有他的道理在啊 不得了 不要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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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